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維恩 今天我要來開箱關西的伴手禮 那這些伴手禮呢主要是我在大阪的百貨公司 道頓窟還有關西國際機場買的 那因為關西的伴手禮它品項非常的多 所以我這次呢是挑選了11項 我覺得比較具有代表性 比較有趣,然後或者是網路上有人推薦的伴手禮 好,那首先第一項我們要來開箱的是這個 章魚燒口味的然後是大支的這個 顧麗果出的這種餅乾的棒 好,那它這個一大盒裡面呢 有13支這個巨大的餅乾棒 然後它是單支單支裝的 OK 那味道聞起來就是有一點那種 章魚燒醬汁的味道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粗度啊 比平常的那種小支的蔬菜棒要粗非常的多 我平常呢應該只有這個的 有沒有二分之一不到吧 它這個一開始可能還吃不太出來 兩三秒之後 你熟悉的那個章魚燒的醬的味道就會出來了 你好像隱隱約約可以感覺到 就是那個美乃滋然後還有那個柴魚的味道出現在你的口中 然後如果你本來就是喜歡吃這個蔬菜棒 因為像我個人本來就蠻喜歡的啦 它原本的那個好像是番茄口味的吧 就還不錯 我覺得它口感就是很酥脆嘛 然後那個章魚燒的 我覺得它的調味調的還蠻好 不會讓你覺得太違和或古怪 所以這一支作為有特色的 伴手禮的話我覺得還蠻推的 因為它實際上也還不錯吃 下一樣要試吃的是在新災橋買的蜂蜜蛋糕 然後它的品名應該是叫做 Castella銀裝 就是蜂蜜蛋糕銀裝 那其實Castella是蜂蜜蛋糕 但它不一定裡面是有加蜂蜜 就是長期蛋糕的一種 好然後還有一個特點是呢 它的保存期限是比較短的 大概只有三到五天左右吧 因為它這個是搖烤出來之後 現裝入這個裡面的 所以保存期限比較短 大家特別注意 打開之後長這樣 就是一個很經典常見的蜂蜜蛋糕 有鑒於上次試吃蜂蜜蛋糕 大家都說底部有那個砂糖顆粒 就是確實沒錯 我上次有一款沒有試吃到 這真的是有砂糖顆粒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這次我就要記得吃到底部 嗯 喔 確實 有吃到底部的砂糖感覺不太一樣 我覺得整體的總分是屬於好吃的範圍 味道感覺是剛剛好的 就是有甜度 然後也不會太過膩 那它的蛋糕口感是屬於比較偏 很蓬鬆然後沒有非常濕潤 可是也不會到 讓你覺得好像 嘴巴很乾的感覺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很浮誇 好吃型的蛋糕 但是如果下午的時候啊 配個茶或咖啡 可能也會默默的就把這 可能一半啊 全部都吃完的那種類型 接下來要試吃的這個叫做 它是來自於 它是來自於 其實是來自於東京神奈川縣 啊 連倉的 伴手禮 那為什麼會買它 是因為我那時候在 大阪的梅田板級百貨 然後看到就是 那個 伴手禮那一層樓啊 最多人排 也有很多人排隊在買 我就想說 哇這個應該是當地的超強的 特產或名產 然後我就過去排 然後結果 買完之後一查 然後才發現 這竟然是來自於神奈川縣 連倉的伴手禮 但我後來就覺得沒關係 反正如果連關係人 都這麼認真排隊的話 應該都代表它 是就是還蠻高人氣的 然後這次買的包裝呢 有分 五個 跟八個入 但基本上是 同一個品項 打開之後 長得像這樣 這裡面有裝了五個 看起來是 有包餡料的餅乾 然後我剛剛 念的那個 是它店家的名字 它正確的品名應該是叫 Kurumiko 因為它長得比較小 我們先拿過來給鏡頭看一下 它是一個類似夾心餅乾 然後 內層 有一點像 牛軋糖 或者是 南棗核桃糕那種感覺 那外層的話 夾心的地方 應該看起來就是餅乾 嗯 這個很好吃 但是 它吃起來真的就是 南棗核桃糕的味道 我剛剛查了一下 這個 Kurumiko 的Kurumi 確實就是 核桃的意思沒有錯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真的是 類似於南棗核桃糕 那我不是非常確定 它裡面這個內餡 是不是 棗泥 但我個人是覺得 吃起來味道非常的像 然後 它就是非常非常順口 然後很好吃 因為吃下去會 一口接一口 因為它有那個 核桃的算是香氣 然後 不會太甜 但是它的那個 甜度又會讓你覺得 很想要一直吃下去 我覺得這只有你自己吃過 才有辦法體會的那個味道 真的要比喻的話 可能就是 沒有那麼甜 但是帶有 呃 堅果類香氣的 呃 豆泥或豆沙的感覺吧 對 就是這個 這個還蠻好吃的 還蠻推的 接下來我們要試吃的這個呢 據說它是Paki屆的LV 對 就是高級版的Paki的那種巧克力棒啦 那它的品名是叫做 Batondor 我是唸日文的版本 那它 法文的意思應該是 黃金之棒 就是黃金的棒棒這樣子 然後我這次挑選的這 五個的話 是我當時在櫃上看到的 應該是 那個期間推出的 有點算是新的還是限定的口味吧 它這個品項啊 除了外包裝之外 內包裝做的也還蠻精細的 我覺得光是這一點的話 就已經蠻加分了 不愧是這個 Paki屆的LV啊 不知道鏡頭前面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它的那個裹的 外面那一層 算是 呃 醬料或巧克力嗎 就還蠻厚 你可以看得到跟那個 有沒有 餅乾它本身的那個 比例來說的話 外面感覺裹了厚厚的一層 好我們現在五種口味都已經拆開來了 然後我一打開就有發現 它每一樣料的這個 香味都還蠻濃郁的 那我們就先從 晚九小三元的抹茶 口味開始吃吧 它的抹茶味很濃郁很香 然後沒有那種澀澀的感覺 嗯 還蠻好吃的 下一個試吃的是 巧克力 它的巧克力也是那種 嗯 味道還蠻濃郁 然後 巧克力的香也有 但又不至於到苦 我覺得是 介於那種 小朋友吃的那種 甜甜沒什麼味道 七七乳家的巧克力 跟那種 很苦很苦的大人巧克力的中間 我覺得這個平衡取得還蠻好的 下一個口味是Sugar Butter 它應該是裹了糖粉跟加了奶油吧 所以它這一支 沒有那麼粗的外餡 還不錯 它就是淡淡的甜味 跟一點點奶油的香味 但是 吃起來很很帥 就是感覺會 一不小心就一整包吃完的那種感覺 還不錯 那種淡淡的 餅乾香跟奶香 再來這支比較特別是 VSOP的口味 它應該就是 應該是威士忌啦 它有一個 蠻濃的酒味的感覺 這個我蠻推的 雖然我平常是不太喝 威士忌這個酒種 但是我覺得它 跟巧克力融合的還蠻巧妙的 就是多了那個 可能是酒的香味嘛 香氣 但是並不會有什麼苦澀的感覺 還蠻好吃的 好 最後是白巧克力草莓 我覺得它的白巧克力草莓 就是蠻常見的草莓的口味 沒有讓我覺得特別的驚豔 以上這五個口味呢 我個人覺得除了 白巧克力草莓 比較平凡一點之外 其他的四個其實 確實都吃得出來 跟我們 就是平常吃到的那一種 一般的可能比較飽的 Pocky的話 口味確實是在往上一層 就是比較奢華一點的感覺 用料感覺都比較 嗯 就再更好 因為從那個口味就可以吃得出來 然後我覺得 以特色來說的話 這個VSOP的 這個口味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 抹茶的話 我覺得也很香 很濃郁 這兩個是我感覺比較推薦的 接下來要開箱的這個是 Kororo的軟糖 它是一個 蠻有名的軟糖公司味覺糖 所出產的 然後它裡面有四種口味 一個是 三型現產的 聚風葡萄 然後長野縣的 秦王色香葡萄 湖岡現產的 甘王梅 以及三型現產的 西洋梨 就是用了這四種 果實的果汁下去做的 好 因為它長得比較小 我們就拿近一點來開箱 一包裡面有兩顆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有一點 濕潤濕潤的感覺 然後裡面看得到 有一點果肉 好那我們就來吃這個 甘王草莓的口味吧 聞起來有點像 草莓的果凍 對我來說覺得好像還好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非常喜歡吃軟糖吧 但我覺得它 就是你吃得出來 它不是那種太 太死甜 然後就是吃下去會讓你覺得 哇 只有糖的味道 它裡面其實有那個草莓的果肉 然後草莓的果汁味也是有一點 但是我個人對於這款軟糖的話 是覺得還好 就一般般 但如果你是喜歡吃軟糖的人的話 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好 接下來這款應該也是趣味性佔比較多 它是那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通天閣啊 在大阪那邊 然後是串炸的發源地嘛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串炸的 算是口味的餅乾吧 然後它的包裝就是也還蠻 蠻觀光客的感覺 然後打開來就像這樣 一包餅乾的感覺 它的 那個 串炸 sauce的 仿的還蠻蒸的 然後它這餅乾 長得還蠻有趣的就是 看起來是鮮的像是裹了粉的 炸物的感覺 它的 然後它上面淋的那個醬汁啊 做的也蠻不錯的 給它的評語就是那種像吃了淋了醬汁的麵衣 然後這麵衣放的有點久了 所以有點 想要脆又不脆 想要軟又不軟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我覺得純粹 紀念性質 跟有趣性質 比較多的一款 半手禮 接下來這款 是我在 關西國際機場買的 神戶草莓松露巧克力 然後它的 英文是寫Friends 對 但應該 我在猜應該也不是正統的英文啦 然後我買了兩種口味 一個應該是原味 然後一個 這個綠色盒子的是抹茶 好 然後它打開裡面的廣告是寫說 它有連續八年都得到一個 驚賞 所以我感覺應該是 神戶當地就是 蠻厲害的一個 半手禮這樣 好我們拿過來給鏡頭看一下 它裡面打開之後 是一個 白巧克力 它裡面是長這樣 是真的可以看得到 有一顆那種 感覺像風乾過的 乾燥的草莓 然後外面裹了 厚厚的白巧克力 這一款我自己給它的 分數是還好 因為我好像本來就沒有很喜歡 白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可能有一點 對我來說有點偏甜 但確實它裡面那個 乾燥草莓蠻特別的 然後 它那個乾燥草莓的酸味 會有綜合掉一點 那個白巧克力的甜 然後另外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它加了松露的關係 有一個跟 巧克力不太一樣的味道 那整個綜合起來 我並沒有到那麼喜歡這一款 但因為 還是老話一句啦 我覺得這種非常有名的 半手禮 一定會紅豆它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買回去 自己試試看看 我個人認為是最準的 再來這款呢 也是被評為 好像大阪還是 關係國際機場 必買的 呼吸巧克力 它的品名就叫呼吸巧克力 這一大包 然後裡面就是一顆 看起來非常樸實無華的 巧克力 這一款也是我覺得 好像偏一般 也都 目前試吃到的 我覺得除了剛剛那個串炸以外 其他的都是在 一般或是好吃的範圍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 就是比較偏一般的半手禮 然後它的巧克力對我來說 就是比較常見的吃起來 偏甜 然後沒有那麼香的巧克力 所以這款我個人也是覺得還好 但一樣大家自己去吃吃看 我覺得會比較 比較有參考的價值 那我還是一樣 以我自己個人的感想 試吃給大家參考 接下來這款是一個包裝 很可愛的 叫做 小粒的 Uguis Ball Uguis就是這個 日本樹蔭 然後它應該是一個米果 做成的 球狀的餅乾 而包裝打開之後 是像這樣 裡面有幾個小包的 我看它官網的介紹是說這個是 有點像懷舊的點心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是它 是小小的米果 然後外面包了一層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還不錯 出乎意料的還不錯 它吃起來像是爆米花 有點爆米花的感覺 外面那層可能是接近焦糖之類的東西 吃起來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然後還滿帥氣的 有點像真的有點接近爆米花 然後你會想要一口接一口吃的 其實還不錯 這款是蘋果巧克力 用糖下去醃漬的蘋果 然後它的可可亞含量是73% 形狀還滿不規則的 我猜應該是因為它蘋果切片的關係 然後下去沾了巧克力 這款也不是我喜歡的口味 它的巧克力是比較偏有一點微苦的那種 然後它裡面的蘋果好像是因為醃漬過的關係 它的顏色其實是有點接近巧克力的顏色 然後它的口感是 不是脆的 也不是軟的 有一點像軟糖的口感 但又沒那麼Q 然後蘋果的味道好像也不是很鮮明 整體來說 吃到比較多的是偏苦的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因為我沒有很喜歡吃苦的巧克力 對 所以這款我們給它的評價也是 一般應該也是 某些人會喜歡的口味 最後一樣要開箱的是這一個 倒糖的甜甜圈 一盒裡面有六個 小的一個長得像這樣 打開之後聞了一下 它的那個牛奶的味道啊 非常的濃郁 這款以盒裝的甜甜圈來說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 因為我拿的是牛奶口味 所以它的那個奶味還蠻濃郁的 然後口感吃起來的話也算是還蠻濕的 不會很乾 但我覺得沒有到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吃 對就是 一般 好我們試吃完全部十一樣這次買的伴手禮了 那雖然 有一點白痴 但是呢我覺得這一次最好吃的 我個人最喜歡的呢 其實是這一款來自 是蓮倉的這個南藻核桃糕 就是這個 KURU MIKO 然後我覺得它 是我這次覺得最好吃的 那其他的話我覺得都差不多 然後也想要推薦給大家的是 這一個就是剛剛那個黃金之棒 這個BATONDOLL的這幾隻POKY界的LV 然後我覺得這幾款口味其實都還不錯吃 然後最推的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摩擦 然後跟這個VSOP的 這款也不錯 然後比較出乎意料的是 這一個巨大的PRETS 原本我覺得說這應該只是一個噱頭 可是其實我剛剛吃完之後就覺得 它還蠻順利的 因為它又有一點那種 嗯 限定口味嘛 所以其實這一款我覺得也還不錯 蠻推的 然後最後一個是蠻意外的 這一個是 那個日本樹蔭的小米果球 然後這款也是 它不會讓你覺得吃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 越吃啊 你會覺得越順口的那種感覺 然後最後再外加這個在 新齋橋買的 銀莊的長崎蛋糕 這款我覺得也是那種配茶 然後 配咖啡的話 吃起來會非常爽的那種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關西 然後比較偏大版 伴手禮的試吃開箱啦 然後 大家如果有什麼 自己以前買過的伴手禮 想要推薦給我的 然後 或是覺得 這次試吃的有哪一款 看起來最好吃的話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